好 我們現在沒有在說 禁稱 有些是俗稱 方便 但是我們現在對外用的COVID-19 是比較多 基本上是在去年底的時候開始認為 就是說這個病毒已經散播在全國 全世界 散播在全世界 所以就用一個比較一個 通用的 就是一個英文的 這樣的一個名稱 來稱呼它 倒也沒有說要禁用什麼 只是讓大家能夠 比較清楚 用大家比較通用的語言 來做一個溝通